此刑犯陈瑞卿伏法在台中监狱刑场枪决 那么临死前曾经透露他申请在审被驳回 心有不甘 死后遗体则是在殡仪馆冰存 经过了一整夜没有家人处理后事 至于杀害六名亲友的陈瑞卿 之前也同意器官捐赠 但是连找六家医院都被拒绝 也没有能够顺利捐除 前夫陈瑞卿就算已经被枪决 第三任前妻响起亲生儿子遭杀害情绪激动 根本不想再提起这个人 为了两千多万保险 今年18年杀害六条人民 陈瑞卿伏法后遗体被送往殡仪馆 没家属愿意认识 陈瑞卿的尸体有人来认识了吗 目前还没有 都没有任何人来关心吗 对对 没有人过来 会啊会应该是会有人过来 不要不要 民国九十二年 因为基于女友九百多万保险金 涉局杀害手段凶残 即使已经补法最后的器官捐赠 陈瑞卿签下同意书 连问六个医院却没有人要 一枪 从背后的心脏部位 开枪 急欠赌债 把脑筋动到保险金上头 陈瑞卿从民国七十四年开始 连续杀害两名妻子 两个养子 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没放过 十三年 炸零两千两百多万的保险金 一个人背上六条人命 陈瑞卿服法前感叹自己的两年八次申请再审 都被驳回 最后连晚餐都没吃 走到服法处 亲人 没人认识 而陈瑞卿的器官或许是考量年纪大了 也或许是考量受赠者的心理 最后还是没能捐出 这是连家庆礼资贤 台中报道